Hello,大家好,我是一招K 随着工作室员的增多 工作室小伙伴们选择的品牌和产品 都明显比我个人更加丰富了 所以我就想真正的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 来找出不同品牌中 真正能够解决我们日常需求的产品 然后分享给大家 说不定也能够解决你的日常需求 或者契合你的使用习惯 如果以下几款产品你也用过 或者觉得不错的话 请把大拇哥打在公屏上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先从绿场入手 看看绿场发布的产品中 有哪些是我以及工作室小伙伴在用的 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局限于新发布的产品 而且也不会把这种做得非常的参属化 我还是根据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的使用情况 以及我个人的日常使用场景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要推荐的这几款产品 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满足我们使用需求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点赞开始 首先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主题机 OPPO FUN X6 PRO 这款产品我们之前做过视频 其实优缺点都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好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眼 那我从小米13U换到它的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13U的手感太差了 FUN X6 PRO会好一些 至少中方是圆润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 我觉得这款产品非常适合那些 对于手机拍照要求很高 同时又不希望手感太糟糕的朋友 除了手感 这次的手机外观也非常有特点 我觉得辨识度很高 有高级感 当然啦 这款产品打动我的最主要的 还是它的影像能力 你说它是最好的拍照手机 可能会有很大争议 说它是第一梯队 我觉得没有任何争议 这次X6 PRO的专业模式也带来了 更具风格化的影调 我这段时间用的也很多 质感是真的好 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视频 总的来说 这次的X6 PRO是一款比较均衡的旗舰级 它适合那些喜欢拍照 喜欢超大杯 不希望手感太差的用户 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 我看它的电商价格已经是5999元了 加上247免稀 这个价格还是值得入手的 OPPO今年的顶级旗舰 我觉得终于终于有样了 接下来这款产品 你们猜猜是哪一款 没错 就是绿场的Find N2 这款产品是我们的后期小伙伴正在使用的 它本人是个双机党 分别是iPhone 13 PRO 另一个就是工作室的OPPO FIND N2 据我们的后期小哥说 他觉得这款产品和他手上的iPhone 13 PRO 可以说非常互补 苹果当然有自己的生态优势 而OPPO FIND N2就会有安卓生态中 像是NFC钥匙和各种原型化功能 又是折腊病产品 能够获得不错的差异感和大屏体验 双持的话确实是美滋滋 FIND N2在日常使用中给它的感觉是 负担感没有那么重那么强 虽然是折腊病产品 但因为屏幕比例的原因 总会给人一种小手机的感觉 不管是折腊状态还是展开状态 这也许是产品气质上的与众不同 除去小巧这款产品的铰链素质 也非常值得一说 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很轻松的做到外卖模式 它就是半屏播放视频 很实用 所以这款产品就非常适合那些 祥甜折腊瓶 但是对于折腊瓶 有一些顾虑的朋友们 现在的折腊瓶虽然都开始注重轻薄 但你拉出来一个表格看看同类产品就能发现 就是大屏折腊瓶还是普遍的比较难以握持 也会更厚更重 那Find N2算是行业内比较特殊的折腊瓶产品了 所以我感觉Find N2这款产品 本身小小的机身 减少了使用上的负担 总体体验和硬件配置也是比较均衡 那第三款产品则是一加的ASR 这款产品是我过年时回老家 主要拿来当游戏机的 用它来高强度玩一玩王者荣耀 然后也下载了一些日常的软件去使用了一下 我个人认为这款产品在两三千元这个价位上 真的是能够用均衡两字来形容 结果这款产品我觉得在性价比领域 可以说是一款比较有前瞻性的产品 这么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 但K60的几拨操作 我觉得反而证明了一加这次在性价比领域上的成功 无论是红米的512普及风暴还是内存狂暴 其实ASR在一开始都尽可能给到用户了 而且ColorOS的游戏空间做的是真的不错 甚至能够根据不同游戏来给出游戏建议 ASR就给人一种在这个价位吧 你想挑出毛病但又不太容易的存在 性能够质感过关 综合体验比较爽 如果你是学生党 想买一款耐用且各方面说得过去的产品 那一打ASR绝对是值得你考虑的一个 而如果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能够有这么一款产品 我应该是很开心的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款我日常的好物 是个不错的小配件 就是SuperVoke 50W的超级闪充充电头 不骗各位 这个小充电头是一直放在我包里随身携带的 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的出差装备吗 一般情况下我是短途出差的话 基本不会再充电头 基本会是一个2磅毫安时的大一点的移动电源 会直接搞定 直到有一次出差 就临时需要调色 我的电量焦虑就一下子被点燃了 不过也是从那以后 我的包里就多了这个小东西 虽然它是单口充电器 不过它胜在轻薄 记住是轻薄不是小 它能够直接放在我背包里的小夹层里 而且是完全没有感觉 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凸起 其实其他品牌也有这种小方块的充电头 甚至功率还会更高 但都顶不住放在包里 还会鼓鼓的 我不喜欢这个感觉 只有这个SuperVoke这个饼干充电头 才能够做到放在包里几乎完全无感 所以每次出差 作为一个应急的需求 我会一直带着 既能缓解我的电量焦虑 也在鞋带上几乎没有什么附加感 OK 以上几款都是我和工作室好伴真正用过 并且能切实解决我们一些需求的产品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结合我们的体验 在小米 蓝厂 华为等等其他品牌里 选出我们真正在用 并且能够解决需求的产品 如果你有啥好玩的东西 能够切实解决你的需求 欢迎各位把自己的分享 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 记得给个一键三链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购好运 拜拜